大家好,我是美食阿鹏,我们在家蒸的米饭吃起来总感觉没有外面的好吃,外面的米饭吃起来粒粒分明,而且劲道香甜,今天就把饭店不外传的小秘诀分享给大家,让您在家也能吃出饭店的味道,那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首先,根据家里的人口准备适量的大米,再倒入没过大米的温水,下手轻轻地抓拌均匀,在这里我们要轻轻地抓拌,千万不能太用力,那样很容易使大米表层的营养素流失掉,我们在淘洗大米的时候,只需要淘洗一到两次就好,洗的次数多了,营养可能全部流失了。 大米淘洗好以后,把淘米水倒入另一个大碗中。淘米水营养非常丰富,我们可以洗头,洗菜,浇花,有很多的用途。 大米清洗好以后,把它倒入电饭锅里面。 蒸米饭时,可以往里面加入一勺白醋,这样米饭会粒粒经营,还可以防止粘连,让米饭更香。 然后再加入一勺食盐,食盐可以提高大米的筋性,也能激发出大米的香味,口感劲道,不发黏。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,搅拌好以后,再加入一勺猪油。 家里没有猪油的,也可以使用茶油,或者是橄榄油,玉米油都可以,这样米饭更加的有色泽,亮白,同时吃起来更加的香甜。 然后再用一个铲子,把米饭平铺均匀。 蒸出来的米饭,想要好吃,家的水量也是非常关键的。 可以用食指测试一下,在手指第一个关节处,这样可以更好的掌握好水量。 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,有条件的也可以使用矿泉水。 然后我们再用手指测试一下,水量在第二个关节处,这时候的水量正好。 也可以说大米和水的比例是1比1.2。 放入电饭包以后,用平时蒸米饭的煮饭键就行。 蒸好以后,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。 哇,一股淡淡的大米清香扑鼻而来。 我们用铲子稍微地给它整理一下,就可以美美地食用了。 用我的方法蒸出来的大米,吃起来非常的香,口感劲道,粒粒分明。 保证吃完,再加两碗。 喜欢的话,就收藏起来吧。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点赞关注,评论转发。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